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有252人是新增的病人 昨天新重爆8人是危呆 5人是打了3针 2人是1人是1针 9人的情况是严重的 流医的缺诊的病人里头 64人是危呆 54人是严重的 其中18个危大的病人在生气治疗部留医 去世的个案新重爆了8个去世 四男四女 59到102岁 6位没有完成3针的疫苗注射 5个人2针 1位没有任何疫苗的记录 4位是院设的院友 过去 让我先谈一谈这8个去世的病人的情况 5位跟新冠病毒病有一定的关联 首先 92岁的女病人 三针 是院设的院友 她在8月21号 经过东区医院的急诊室 进院 由于胃口不好 进院之后 在27号 发现她缺诊了 CT值高于30% 此后她的情况 恶患在 9月3号早上去世 第二位 81岁的男病人 本身有肺炎的背景 8月18号 在利利沙博 急诊室 进院 由于咳嗽 她看了指定的诊所 血含氧 2D X光有肺炎 CT值是22.85 这个PCR 就是核酸 是阳性的 她的快测 就是在5天前 8月13号 已经发现 她缺诊了 后来在利利沙博医院 是稳定下来 8月23号 转到 黄大 先医院 后来恶化 在9月3号 去世 第三位 82岁的男病人 没有任何 疫苗的 记录 有心防 战斗的 背景 9月1号 东区 急诊室 禁院 由于核酸 还有 别的地方 不舒服 核酸 还有快测 也是阳性的 本身 她是在 小西湾的隔离中心 留医的 她进院之后 她的情况 就是逐渐 变成差 在9月3号 下午 去世 第四位 90岁的男病人 有两针的注射 脑退化 还有心防 颤动 26号 就是 绿敦治医院 进院 血氧量低 细天前 快测 阳性 X光照 出来是 肺部有肺炎 后来 进了 内科 9月3号 就是去世 第五位 是 102岁的 女病人 脑退化 院友 经过 人际医院 进院 是8月24号 核酸 测试 是阳性的 当时 他进院 是由于 发热 还有是 血氧量低 X光 发现 他有肺炎 后来 就是 情况 就是 变差 9月3号 去世了 跟着 有三位 他们跟 新冠病毒病 的关系 比较上 是不那么 直接 73岁 男病人 两针 他是 腰疼 还有 两脚乏力 听水 为医院的 急诊师 进院 他也有 发热 后来 也发现 他的肚的 带动脉 就是 左色 动了手术 可是 是不治 去世了 还有一位 是93岁的 男病人 经过 马加列医院 8月26号 急诊师 进院的 后来 转送到 北大云山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后来 是血压 低 而且 血色 低 回到 马加列医院 他后来 就是去世 大概是 内出血 最后 是59岁的 女病人 他有 末期的乳癌 也有一个 肾衰竭 的问题 8月29号 进院 他的肿瘤 是变得差了 进院的时候 发现 他阳性 后来 由于 他的癌症的 情况恶化 9月3号 去世了 另外 在过去一天 有295人 康复 261名 病人 康复 出院 7个病人 就是经过 进院 筛查 或者是 院内 检测 就是感染 12个 病友 是密切接触者 我们新增 21名病人 就是康复 返回岗位 还有主动 要公布一下 人际医院的 内科病房 三个病人 是男的 64到53岁 还有一个 员工 是缺诊 三个病人 他跟早前 缺诊的 一个84岁的 男病人 是同一个病格 三人接受 隔离治疗 情况稳定 有关的病房 也暂停了 特别探访 进行彻底的消毒 所有的病人 员工 也进行测试 今天的报告 到此为止 谢谢您 与医生 你们好 我汇报一下 9月3号的情况 昨天本地感染个案 一共是 10,490例 当中 2930是直接的核酸 阳性的 75503是快测阳性的 当中一部分 经过核酸 验证 昨天 193例 是输入的 164例 是经过核酸 检测阳性的 余下的 29例 是快测的 昨天 新增了 8例 是死亡个案 李儿生 已经说了 到目前为止 第五波 在香港 一共有 9511个 死亡个案 在 9511个 去世的病例里头 60岁或以上 占了 96% 是大部分 这个涉及 长者的 去世的个案里头 绝大部分 就是 86.6% 是没有打针 或者是 只有一击的 疫苗的注射的记录 那么 病死率方面 60岁或以上 他们的病死率 是相当高的 如果没有任何注射的话 最新的病死率 是 7.83% 那么 如果有三针 疫苗一旦感染之后 60岁或以上的长者 它的 病死率 是下降到 0.14% 就是跟 没有打针 是个 56倍的差别 打了 4针的 病死率 是进一步 下降到 0.04% 跟没有打针 是有一个 196倍的差别的 输入个案里头 昨天 193例 当中75例 是在机场的 零食量本采集中心 量本阳性的 44例 是在 检疫酒店 或者是 检疫中心阳性的 余西亚的 74例 是在 社区检测 检测中心阳性的 58例 是 第4 到第7 天的 样本阳性 余西亚的 16个 样本 是 第8天 或以后的 他们的 CT值很高 大概是 富阳的 个案吧 那么 193例 里头 他们是输入了 来自 48个国家 或地区 5个国家 有超过 10个个案 印度29 菲律宾21 美国21 英国19 泰国13 余西亚 余西亚有 43个国家 输入实例 或以下 院设方面 昨天 8家院设 有新增的个案 当中 7个是 安老院设 一共是 10名院友 还有一家 是长级院设 这是 涉及一名院友 那么 八家院设 里头 45个院友 是密切接触者 需要检疫 八家 分别是 黄大仙的 广泰护老中心 一个院友 阳性 还有 关塘的 中性 护老院 一个院友 阳性 第三家 是 南区的 齐康 河山 恒人 静老 安老院 一名院友 还有 北区的 东华 三院 一个护老院 两名院友 还有 传湾的 陪提学院 佛教 护理安老院 两名院友 阳性 还有 沙田的 香港圣工会 一个长者之家 两名院友 阳性 全湾的 明爱 塞马会 英辉院 两名院友 阳性 长吉 院设 是北区的 匡治 的 复抗中心 一名院友 是阳性的 过去七天 一共有 55家的 院设 出现 个案 42家 是 安老院设 13家 是 长吉 院设 一共 是 96个 病例 其中 是 79人 是 院友 17人 是 员工 今天是学校的假期 学校没有新承报个案 经分析方面 在昨天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做的样本 代L452R 就是B1.5 B1.4的 就是跟最近的趋势也是上升 昨天的百分率已经上升到64.4% 比前一天的63.1% 有一点点的上升 我们看见这是L452R 他们的分布 那么计算一下 B1.5应该是占香港所有病例的 大概是56.7% 那B1.4是7.7 还有的是B1.2.1 2.1 昨天占样本的6.3% 余下的是普通的Omicron 这是早前的Omicron的B1.2.2 就是29.3% 我的报告是这样的 以下是发问时间 提问的时候 请介绍自己 还有自己代表的机构 右手边前排白色上衣的 您好 或是有线新闻的 我想知道美国那边 已经批准可以使用 就是二价的疫苗 那么香港政府有没有考虑 会买多 还有什么时候 可以安排市民接种 会不会强制市民要接种 会不会是免费 会不会顺便 就把这个疫苗通行证 就提升到第四针 才可以算是完成了接种 接着 想问清楚有关医院的个案的情况 那三个男 就是跟员工同一个病格 他们都感染 我想知道这个个案的关联性 这个源头是在哪里呢 可不可以说一下 谢谢您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 就是二价的奥米克隆的 最新的疫苗 香港政府暂时还没有收到 有关要藏的这些新疫苗的认可申请 根据预防疾病控制条例第599K章 就是医务卫生局局长 可以跟疫苗制造商还有代理 或者是批发商按照他们的申请 同时也照顾到2019冠状病毒的 专家委员会的意见 可以考虑疫苗的安全性 效能还有质量 然后批准任何有关的新冠疫苗 在香港紧急的情况下 可以做一个指明的用途 卫生署也会提供专业的意见 还有行政的支援 卫生防护中心的联合科学委员会 也会就着最新的疫苗的科学实证 还有它的使用 也会参考世界卫生组织 还有其他海外的卫生当局的建议 就是在适时做出一些新的建议 可是我们还在就是提醒市民 现在香港的疫情还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阶段 因此在社区的数字也是相当多的 传播的风险现在是相对高的 因此市民如果在适时接种下一剂的疫苗的时候 应该尽快按照卫生防护中心 联合科学委员会的建议 尽快的接种适当还有足够的疫苗 及时提供一个足够的保护 在现在这一刻 就可以得到有效的防护 以防将来疫情进一步上升的时候 一旦感染就可以防止入院 或者是出现重症 甚至死亡的情况 疫苗通行证方面 我相信政府也会考虑各类的因素 然后做出最适当的安排 人际医院内科病房 一共现在有五位的病人 有四位的病人加一个员工确诊 我们最早发现的是一位84岁的男病人 我们也相信时间上他应该是最早感染的 他应该是源头 不过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些接触的调查 如果再有新的消息 我会主动的公布的 下一条 左手边的这一位男士 您好我是AM730的 今天有调查说到 有一些长者的家人 就是他们也是阳性没有承报的 就是我们知道 如果有没有一些后果 就是知道如果情况恶化 然后他们才承报 就是为什么他们后来又承报呢 还有人际医院的群组 有没有说那个员工是做什么岗位的 还有昨天提到联合医院的那个婚宴的 这个情况有没有最新的情况 还有就是82岁的男死者是在站脱中心进行检疫的 那么当时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他会送去医院呢 还有他那个院设有没有爆发呢 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还有带领子方面呢 就暂时门诊 那么人手腾出来能不能够帮到忙呢 谢谢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承报的问题 我们一直是建议市民呢 如果自己进行快册 一旦是验到阳性的话呢 应该马上在马上的平台做出申报 因为申报之后呢 我们才知道它是阳性 然后就可以安排后续的一些措施 包括了就是向他们发出隔离令 还有向他们的家人发出隔离令 也按照他们的家居环境 或者是个人需要看看 需不需要安排到社区的隔离设施 我们也会马上把资料传送给医院管理局 然后呢医院管理局的同事呢 就可以联络 或者是发出信息给他们 甚至如果需要吃药的话呢 也会进行事项就是诊证 或者是到一些诊所去看病 然后就可以马上安排 我们也知道有一部分的人士 他们可能不一定懂得上网去进行申报 我们也设立了一个电话的热线 电话号码是1836119 如果有长者或者是市民 他们是不懂得 或者是不能够在网上申报的话呢 也请他们尽快打这个电话 然后留下他们的联络电话 加上他们身份账号码 然后我们的同事呢 就会尽快去联络他们 如果他们有困难呢 那么就可以安排他们 为他们进行承报 还有也给他们发出隔离令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们也会每一天 就是看着这些承报的个案 我们也发现其实每天呢 大概在我们电话的里面呢 也有几十起这样的承报感 我们都会跟进的 关于那几个问题 就是首先的人际医院的群组的员工呢 他是一个护士 另外呢就是婚宴群组呢 我们没有特别新的跟进 没有更新的情况 您讲到小溪湾的那个占拖中心 他是8月27号就由院设 到了那个小溪湾的这个占拖中心 当时发觉他呢 就是那个快测 还有核酸测试已经是阳性 之后他的情况呢 也有转坏 也有喘气的情况 然后呢就转到东区医院的急诊室 他现在的情况 我手头上也没有资料 关于带领纸或者是普通科诊所 其实呢整个事情呢 因为本身现在我们的家庭医学的同事呢 其实都需要负责 这个指定诊所 还有也需要一些瑶具的诊证 就是他们需要瑶具的看病 所以呢现在的做法呢 希望可以投入更多的人手和资源 去支援这些瑶具的看病 下一条 有没有其他的提问 左手边前排的女士 您好 我是明报的 首先想问就是 今天那个调查就有 12%的60岁以上的长者呢 他们发病了 可是没有承报 所以呢 所以呢我想知道就是呢 过去的一个星期有多少个重症或者是死亡个案事 事后呢 其实呢他曾经快策阳性 可是呢没有承报 因此呢有延误治疗的 可能导致他们的病症病情呢就恶化 以致就是重症甚至死亡 还有卫生署有热线就帮助他们如果网上承报有困难的人也可以打热线 那么每天收到多少起的电话有多少条的热线可以提供这一类的服务呢 还有死亡的个案呢 当时说刚才说呢就是有四个死亡个案呢是院设的长者 那么除了92岁的女 92岁的女性 还有就是82岁的男性 还有102岁的女性 还有哪一个个案是院设的院友呢 我先回应吧 刚才我们说呢就是电话热线呢是1836119 这个呢就是市民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自动的系统会记录他需要接通之后呢 会有一个录音的留言 然后他需要输入自己的电话号码 然后我们的同事呢 就会掌握了资料 然后呢我们会主动的回电给他 就是取得他们的个人资料 并且呢为他们进行申报 如果能够找到家人可以承报的话呢 我们也会教导他怎么样去进行承报 现在呢有请李医生看看有没有入院的数字 关于这个院设方面的数字 手头上还没有配对好 也许就是会后就是约朗的同事就是交给你们吧 关于这个重症严重的情况 手头上没有任何的数据 究竟他们有没有承报 但是当然的从我们的立场来说 绝对是希望市民一旦缺诊之后就马上承报 主要来说首先我们的同事会跟他们联系 我们也有一个热线就是把这个长者高危人士加以联系 主动提供一些信息 看看他们要不要去看病 而且有关的长者 还有其他的高危人士如果及早就诊的话 这个口服药根据这个文献就是可以减低死亡率 减低这个重症住院的比率 大大减低八成九成 所以不要延误不承报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又排入排最后排的女士 你们好我是Now TV的 我想问就是这个数字在九千一万排回 那么现在是平衡还是平行还是怎样 今天也有四位院友去世 那么为什么 你们说就是跟这个新冠的关系比较大 怎样去搞清楚这个情况 是不是院友进院之后 这个死亡率是比较高一点呢 感谢您的问题 首先关于这个疫情的趋势 过去几天这个数字是接近 甚至是突破一万例 那么我们看看短期之内 例如过去两周三周 这个趋势还是不断上升的 当然这个上升的速度 这是比不上2月3月的大爆发的情况 但是自从8月中 这个上升的速度是加快了 那么在短短的两个星期之内 已经从8月中的5000个病例 上升到目前的1万个病例 这个已经翻了一番 我们预计在短期之内 这个上升的趋势还是会维持下去的 那么我们看看其他的指标 港大的直视防殖率最新的大概是1.35 就是说已经超越1 就是说一个人可以传给更多于一个人 就是说这个病例的数字会继续上升的 一直到即时防殖率降到1以下 这个疫情才可以缓和下去 还有其他的指标 比如说这个污水的监察 人均的污水量 污水的病毒量 连续5天是超过每公升 50万个拷贝 这个已经回到3月初 甚至是3月中的水平 我们也看见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预计就是未来会朝这个方向发展的 目前没有证据就是发现已经是 进入了平台的阶段 所以我们不能松懈 就是继续防疫是必要的 也要注重注血疫苗 我们担心的是VA.5已经成为香港的主流的病毒 它的传播力高 也会加坏这个传播 在这个社区的传播链会增加的 我们知道有部分市民可能感染之后 然而还是没有注血疫苗的 有些人可能在2月份3月份高峰期的时候感染了 已经超过3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 如果他们还是没有注射疫苗的 其实他们上一次感染的时候 产生的抗体的免疫力已经下降了 它的感染的风险会高的 所以未来的数字可能受到影响 院舍方面 今天来说 其实每一天的情况也有不同 今天8名病人去世 4人是来自院舍的 刚才也说了 有5个有关联的个案 有3人是院舍的院友 这个是提醒我们一点 这是我们不能说 就是这个事情跟院舍有没有关系 只能说有一个观察 大部分去世的都是长者 而且无论是家居的 还是本身是住在院舍的 他们当中本身比较多基础病 他们属于高危人群 那么唯一有一个直接的关联的 就是他们的疫苗的情况 我们也看见 如果没有完成这个疫苗的注射的话 那么死亡的风险会增加的 不同的专家卫生署也说了 所以呼吁你们就是尽快去打疫苗 没其他的问题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